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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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來到吉祥檀台到期間 來來來 要不要喝什麼 今天是來到吧台的場景 一樣是我的好朋友阿智 跟大家say hello 欸 大家好 質詢長的方式 大家好 對 大家好 你好 我好 有沒有 我們上一集聊得其實蠻精彩 蠻愉快的 是 講到你的抗部的心路歷程 承接上一集的話題 還是繼續來聊一下 關這個抗部的議題 所以你在拿到髮片之後呢 你的家人 情人 愛人 小三小四小五 對你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真的是落差非常大 我那時候跟我家人說 跟我太太啦 說我可能要戴髮片 那他們一定不知道說 髮片既有印象就是可能 遮一點點毛 他說你這個少這麼多 能遮得住嗎 就是還沒有去的時候 還沒有拿到的時候 還沒有拿到 這要去 這個其實是在我決定的時候 哦 你什麼時候決定 決定的話大概是在七八年前 可是已經想很久了 那時候已經考慮很久了 是是是是 然後那時候 決定的時候 當然是會跟身邊的朋友講說 哦 我想要去做髮片這件事情 然後也詢問過什麼爸爸啦 媽媽啦 然後自己當時的女朋友啦 然後朋友啊 全部都會問過一邊說 這樣好不好 因為自己會覺得說 我要做這件事情 好像 對 要先告知一樣 只是他沒有公民投票 對 我看報什麼 我差一點就下去了 哇 很慎重好不好 很慎重 他們可以給你一件事 他們會說 如果這真的是你要的 那你可以去試試看 而且 而且 對 會鼓勵 就是說 我看你這小姐很久了 愛情遇到問題的時候 往往 都會把自己 都會怪罪在自己身上 就是說可能我調整會不好 什麼的話 對 就是 很容易陷入膠著 對 然後每次看到頭髮比我少的人 又有 女朋友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他一定很有錢啦 對不對 那一個設計師 還不可以真愛啦 然後人會愛我們這種頭髮少的人 是 可是當時我也是有女朋友 我應該也是被人家這樣看過 不是真愛啦 那時候就會有一點那種 笨字字 那當你有頭髮的時候 你家人 怎麼看待 當我開始有頭髮的時候 是 完全把我當成是 另外一個人看樣 我能 我能感覺得到 他們在故作認定 因為就是 平常就看到的時候 眼睛不會往上飄 因為眼睛看習慣 就是凸凸了 可是 往後之後 他們每次看我的眼 就這樣 欸啊你 啊你這樣 現在就是眼睛會往上戴 可是我那時候 他們以前啊 在凸凸的時候 被路人啊 或者是 可能就是 朋友 聊天中啊 訪問的話 其實他們眼神往上戴的時候 我頭就開始往下低了 會難過 會覺得說 啊你是不是在看我的頭髮 可是現在他 眼神往上戴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有點 習慣這種夜光了 其實你就會有人說 他是在看我的臉 是是是 所以以前別人在看我的臉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在看我的頭髮 對而且就是 電燈有一種 不怕你看的 對 這個心態已經 所以你用到現在 你已經感覺到說 這根本就像自己的頭髮一樣 是是是 因為 真的是沒有辦法分離 沒有他的時候 啊當然啊 晚上睡覺 情況下 這個可能要提一下 小小一個 有趣的經驗 哦 我常常跟我老婆說 呃 你真的很好運耶 你嫁著兩個勞工 哈哈哈 你副老跟阿姨 對 一個是副勞工 然後一個是 呃 年輕有為的小伙子 哦 當我頭髮拿下來了之後說 欸 恭喜你 你第二個勞工回家了 對對對 然後 早上出門戴上去的時候 哦 恭喜你 年輕有為的 有為的老公 要出門的 是 對 就是白天夜晚是不同的 是是是 其實這樣也是增加一些生活的情緒 生活情緒 可是當然 呃 當然老婆是從來都不會 因為她喜歡的是你這個人嘛 那只是說 你有沒有這個東西 對你自己的心態上 真的是建立了很大很大的一個基地 那我請問一下 所以你認識你老婆是在你頭髮 比較細處的時候 其實我認識我老婆的時候 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戴髮片了 哦 所以髮片也幫助你 愛情桃花 是 有 有幫助 有幫助 呃 或許她愛的是我的主 哈哈哈哈 愛人是你的嘴 嘴 可能那時候就是 沒有 已經 有帶髮片了 那變成說 人 開朗活潑了 那 你變成說 你講話不會再畏畏說說 就自然有點刺激 像我們這樣 欸 喜歡開開玩笑 對 有一點點幽默感 是 我隨時都可以 拿我自己圖頭來開玩笑 欸 我也是耶 對 真的 真的是一個 一念之間 就不在乎嘛 是是 而且 你會發現像我們這樣 其實看到很多路上跟我們一樣有困擾人 其實很想幫他 像我自己公司也是有 我也是想說 是不是我還在找個機會跟他談一下說 你知道我們自己提起假髮 工作的話 因為 像我現在工作 因為我是軟體卡卡公司 然後 每個禮拜 都有好幾次的報告 那 上去報告的時候 我不希望人家focus在我的頭上 而是在我的工作內容 跟我的每週的進度狀況 那 當我 不要去顧慮我的髮片的時候 不要去顧慮我底髒物的話 那 我能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順順的報告 然後甚至是 有一點點就是覺得說 欸 我當年沒有的東西 我現在有了 那我會有一種 心理 充實感 如果你現在 正在為頭髮困擋 蠻難的 我這邊的話 真的 蠻建議大家 可以到門市去諮詢看看 因為說真的 像之前我講過 可能是 擦的啊 吃的啊 用的啊 沒有掃用過 那也去諮詢過 然後 還把自己的一個大光頭 然後維持這麼久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真正想要的就是 一個造型 就是一個讓自己能愉快的一個心情 那 你沒有頭髮那麼久了 那 你會想要 去可能是弄點頭髮 弄點造型 讓自己 閃過鏡子的時候 留下一點點余光 是美好的那一面 那我覺得說 真的可以到門市去諮詢看看說 我現在的狀況 適不適合做 怎麼樣的 怎麼樣挽回自己信心的方法 沒錯 沒錯 我覺得說 真的不是在推銷 而是心得分享 你如果說有機會 不一定到我這 到我這門市去 到任何一個門市去諮詢 你也不一定要做 你就先了解一下這個產品 那像我現在 我使用這個東西 非常輕而易舉 那我會覺得說 你人生是喜歡這樣子 那當然你也可以分邊啦 你也可以分邊邊啦 你是喜歡這樣子呢 還是我剛剛那樣 其實你自己還做不出 但是我是覺得說 人生其實是短暫的 但是你如何抓住你的這個 青春的尾巴 也許對我來講 或者說你如何在你這個 正光輝的時候 留下一個美好印象 包括你的愛情 包括你的試煉 我認為法片這東西 真的對我影響感染太大了 我相信對阿智也是 好 像我們今天的分享 應該也是會 為各位觀眾帶來很多回想啦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 想要再質問 繼續來Follow我們 那歡迎你利用連結 然後點選你的表單 我會盡量來為各位服務 那我們就期待 下一集見囉 好 掰掰 掰掰